那第二个他说讲 不起魅定而现之为以 之为以就是行至咒悟 我们在凡尘的首有一切要显现 那我们显现之为以的时候 不起魅定 就是内心在魅定之中 那个魅定就是魅受想定 把凡尘的首有受 完成的首有想都把它灭掉 没有反尘的受 没有反尘的想都没有了 然后我们进入那个定 就是我们修最高 在反尘能够做最高的定力 灭受想定 现在那个释迦摩尼佛的大地词 那个大架设 就是进入魅受想定 在云南的基竹山 山中 在等待弥勒祖师下身 那进入魅受想定 不用呼吸 也不用吃饭 可以很久 那个都不可思议 所以要我们的内心到达那种状态 不起魅定 然后显现之为以 就是诸我们的之为以 行之咒诺显现的时候 外面的所有行语 是我们自然而然 从佛性本体发挥 那内心全部都在本体之中 这样你要等于是吗